大家好,今天我们这几个还是继续讲新闻的APP的设计 今天讲的是新闻详细的设计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 看起来的话相对来说是没那么复杂 结构也比较简单一些 布局的无非就这么几块 如果说从那个UI设计的技术角度来讲的话 应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的 无非就是同样的那几个步骤 把它这几个布局做出来 分为这三个模块 那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来讲呢 其实也并不是说这个页面不重要 这个页面反而它是一个在这个APP里面来说 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页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 特别像这种新闻的APP 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 在这个页面其实停留的是最长的 那对于这种停留时间比较长的页面呢 它在设计上呢 有一些什么东西啊 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那这节目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讲一些 整个这页面设计的一些由来 还包括要这么做的一个交互方面的一些知识 好那我们现在就返回去 主要的就这么几个内容 一个是竞品的一些分析 也是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产品的一个分析 还有一个就是再说一下 从上而下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呢 要这么去设计的一些理由 那最后呢 我们也来分析一下 我们这个页面设计的成功啊 跟它的失败的地方是在哪里 毕竟这个产品呢是前些日子的一些产品 那到现在已经迭代了 已经算是蛮长一段时间呢 还是会存在一些缺陷 所以我们也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 说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比较著名的一些产品 这个呢是新浪的 今日头条的 网易的 他们的新闻界面呢 有一个特点 我们从上面看呢 这个是必不可少 当然也未必了 这个是头部呢 是必不可少的 是一个交互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返回会有了 是吧 收藏会有了 分享会有了 为什么单独说这几个呢 因为我们在用这个新闻APP的时候 也经常看到好了 一些新闻呢 经常会去把它那个收藏下来 以便我下次呢 有更多的时间看的时候呢 我能看得更仔细一些 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是吧 他把它放到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分享 就是有时候如果说收藏不方便的话 也经常会把它分享到微信里面去 然后呢 从微信里面去收藏 我是有这个习惯的 但是呢 这个它的更多的功能呢 还是用于说 我觉得这条新闻不错 然后分享出去 所以呢 当初呢 当初呢 产品经理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一定会 就有考虑把这两个东西一定要设计进去 但是成品呢 好像又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吧 他把它用一个菜单呢 把它替代掉了 当然这个有它的道理了 我们一会儿再过来讲 好 那我们先讲一下呢 是头部的这个部分 这些收藏分享都是必要的 是吧 好 返回是吧 返回是吧 菜单 你看啦 似曾相识 对不对 其实呢 很明显是可以看出它的一个用意啊 就是在模仿人家那个腾讯新闻的 但是呢 它这个我们整个这个APP的 它的风格呢 又属于那种 图标比较纤细型的 就是用线条型去表现的 然后呢 又是主要是红色为主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还说延续整个APP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风格了 是吧 能看得出来吧 是不是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样的去做起来的 但是呢 未必是 这个地方 我个人觉得未必是最好的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讲 在讲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 这个页面的优缺点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 是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内容 既然是停留很长的一个 很长的 很长时间的一个页面的话 那势必用户 不能让用户看得疲惫 不然的话 我看个两三分钟 三四分钟的话 就会不太喜欢这个 这个这个产品呢 看来眼睛会刺眼嘛 就像现在呢 有一个我们目前 比如蛮火的一支产品 像VR产品呢 虽然说是很前卫也很好 但是呢 有些产品呢 做的是你看呢 看一块电影 或者是玩一块游戏 头晕得厉害 那就再好玩 好像也不会太引人入胜了 所以呢 这个体验是非常重要的 说是这个理由 那我们再看一下实际的产品 你看一下 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都做了一些哪些注意的东西 比如说 背景 这很重要一个东西 这个显然我们那个 那个PPT里面 这个背景是白色 对不对 那这么一对比 我们很明显就知道 这些他都不用 不用白色 都会用灰色 灰色相对来说 他的亮度没那么高 也没那么刺眼 是不是 所以呢 他们一定会用灰色的 但是我们返回去 看他们首页的话 他们但是他们首页的用的 标题啊 背景 他就会用到白色 但是这个详细的他就不会了 你看这几个产品 是吧 都不会 再返回去看 是吧 这个是凤凰新闻嘛 是吧 腾讯新闻嘛 这个是网易嘛 所以从这些大的产品来说 他们不采用白色 或是不采用 稍微艳一点的颜色 那头部呢 这个设计的理由啊 还有这个背景 这个设计的理由啊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回事了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他这个部分 是吧 很多产品 像金日头条 他把这个交互的 这个菜单栏 把它放到下面了 当然也有 也可以是这么做的 每个产品 他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特点嘛 也有可能是 因为他整个产品 刚出来的时候 延续了就是 这么一个交互 为了让一些老用户 能够适应他的整个交互的话 他还是会选择说 按照以前的这种方式 去迭代 而不会是做太大改动 比如说这个 那个 那个方案新闻也是一样的 是吧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也很狗血的一个理由啦 无非还是就是参考别人的啦 还是把那个腾讯新闻的那个 评论的输入的那个模块给他拿过来的 所以这个其实没太多的东西可以讲 但是到说了这个地方 我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个人的一个看法 当然这个页面 当时这个页面呢 做这样的一个交互的话 产品经理他有他的一个用意嘛 因为在这款产品还不是特别成功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减少 让用户 一定要减少教育用户的一个代价 所以要让他们越熟悉越好 看到了这个东西呢 让他觉得似曾相识越好 所以呢 当初呢 就没有太多的去反驳他们的意见 当然我们如果说 要从整个整体性从整个产品的 UI的整体性来分析的话 的确你看我们这个图标 是不是用的是圆的 包括我们上上节课 包括上节课讲的一些图标呢 我们更多还是都是用圆的 所以整个这个产品的话 它更多还是圆角 而且是很浑圆的这种圆的 这种元素来体现这个产品 所以呢这个是用方的 这个用方的就是旁边一个小圆角 这个相对来说 就整体性没那么强 如果这个地方的话 给它做成一个圆形的 或圆形的 那整个产品整个风格了 就会相对来说 会比较比较合理一些 要整体一点 其实再把话说回来 其实就是跟这个相似一点 跟这个相似一点 只不过我们可以 这两个按钮可以不采用它 这种形式嘛 我们把这个评论数的多少 放到这个地方改一下 但是整个这个圆角 这圆角这种特点 我觉得还是要借鉴 网易的会比较好一些 整个产品的风格 会更统一点 那再说到这个优缺点的时候 优点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其实就是别人所常 也是我们所常 那我们的缺点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仔细的看一下 来这个地方 是吧 这个头黑色 白色 说错了 也是应该是淡灰色 是吧 淡灰色 反正它是显白的 它是相对来说 没那么 没那么乍眼的 是不是 包括这个地方 包括这个地方 是吧 但是我们的这个产品 直接用上红色了 如果是从这个产品来讲的话 大家都用这样的 我们很大胆的 用这种方式的话 是有一点冒险的 从用户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我个人就认为 直接的就可以否认这种做法了 毕竟我们一篇文章里面 呈现给大家的 呈现给用户的 更多的还是这个内容 那你把这个头部 这个地方的话 强调的这么重要 做了这么这么的抓眼 那无非就是让大家第一眼 就能够就要去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啊 那但是呢 我们其实还是引导大家来看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头部 是可以去弱化掉了 但是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可以再突突强调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让别人看到评论的话 也觉得会 如果评论多的话 会觉得 这个产品还蛮热闹的 是吧 参与的人还挺多的 人总是总喜欢那个往多的地方去凑嘛 看到真有评论的看到真有这个点击量呢 大家都会更愿意的停留停留下来 所以比如说像这些产品呢 把把把把把把这些那个互动的这些元素啊 都强调的特别的明显 好 那简单呢 我们就这节课就把我们这个新闻详细分析下来了 那没有去做具体的操作 主要是因为这个页面 在技术方面来说 并不是特别的特别的难 更多还是说一些理论性的东西 但是呢 这对以后大家在做UI设计的时候 是很有帮助的 好 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preparing 感谢观看